邮差外勤辛苦送见 不过由于中华邮政今年调薪4% 加上1.5万名员工确诊所顺人力加班费暴增 原本传出将首度面临年终加绩效奖金 没4.4个月可能缩水0.3到0.5个月 让不少员工急跳脚 但经过一天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防疫价增加费用不列入用人费 让员工还是可领4.4个月奖金 以平均薪水4.3万元乘以4.4个月来看 可领近19万元 我觉得饭多啊4.4个月我没有年终 其实除了中华邮政国文企业台电中油 今年也都有4.4个月和往年水准相同 平均下来一般员工可领约19到20万元 但今年多次无预警停电中油也出现亏损 让民众质疑年终为何还能拿这么多 不太公平 连私人企业都说要共体时间的那种感觉 然后结果他们自己却这样子 要共体时间啦 尤其他们又粗暴这么多 我觉得这方面应该老百姓不太会买单 而一般民营企业1.06个月 还没有回到这个疫情前的一个水准 国营企业的这种三四个月的数字 那当然其实大家都是蛮羡慕的 但也有好消息育额津贴5000元明年起取消排付条款 新增2.5万家庭受贿 另外公共化托育专业人员薪资2.8万元 将调高到3.5万 公职的幼儿园教师教保员也提高3万元到3.6万元 为最低薪资基准 预计有7.5万人受贿 这和翔宇周天杰杨宗殿台北报道